这里的地域风情极为能力 到这里来包您吃得好玩得好 这里出产全国最知名的一道菜品 您的手艺啊真是一绝啊 沙湾新疆大盘鸡的诞生地 这里除了盛产正宗的大盘鸡外 还有独特的自然景观 依靠生态旅游美食名片 当地人是如何挖掘美食产业链 打造致富之路的呢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才有道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新疆沙发县 今天这里之所以如此热闹 是因为这里的博尔通古乡 将在举行2017年度生态旅游文化节 2017年生态旅游文化节 现在开始 沙湾线位于天山脚下 是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提到的出产大盘鸡的地方 而博尔通古乡位于沙湾线南部 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 特别是它的天然草场鹿角湾 更是景致迷人 鹿角湾是天山马路生稀繁衍的地方 马路每年要退落一次角翘 因此在山界河边已留下大量退落的鹿角翘 鹿角浮屎皆是 共鸣鹿角湾 每年鹿角湾因为举办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 而吸引大量游客的到来 头顶蓝天背靠雪山 眼前是广阔的草场 可以说呀 这样的大自然赋予了哈萨克同胞 奔放热情的性格 同时呢 也催生了许多富有情趣的活动项目 这其中啊 起码是银币 就是传统项目之一 教练您有请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口袋里装的都是银币吗 不 现在这个 现在潮流了 现在以前 现在找不到银币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包里面放的是 人民币 最小话是20块钱 也有最大 100 这个里面比不同的 这里面有100的 最少的20 最多的100块 100块 哇 那你以后 起手好的小包子 你就可以捡到多少钱 是他的 博尔通古乡 主要由哈萨克 回 汉 东乡 塔塔尔 维吾尔等七个民族组成 其中 哈萨克族 为七千多人 占总人口的 百分之七十四点七 在生态旅游文化节的现场 姑娘追 叼扬 摔跤 赛马等节目 吸引了游客们的眼球 湖商 能使的 扬术 有 甚至 不 传多 厉害 或者说是跟姑娘问意的效率 那么到了返程的时候呢 姑娘如果对小伙子的求爱 有了反应对她比较重义 那么她就会边下留情 但是如果这个姑娘都不行了 她就会再马上用鞭子使劲地冲打这个小伙子 所以非常有趣 各种各样的民族活动 不仅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盛宴 还让游客亲身感受 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的原样风采 再拍梦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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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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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着就好吃 你看这边 肉串肉串 最有特色的烤肉串 好香啊 天山脚下的羊麻的肉没有结婚的 听见了吗 天山脚下的羊麻的肉没有结婚的 我猜这就是小羊膏的是吗 是 赶紧尝尝 好吃的很 您这里煮的是什么呀 清炖肉 哦 清炖肉 对对对 是羊肉是吧 三号的虫虫的虫羊肉 喝汤泉是吃中草药的 哦 这风一吹过来 这香味 羊肉虽然好吃 但是接下来的这道美食 却让我们的外景记者味蕾大开 这位摆摊销售大盘鸡的女士叫王建华 今年55岁 每每说起大盘鸡 它都会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作为一种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喜爱的菜药 大盘鸡起源于上个世纪就是年代初期 当年那些开发大西北扎根在新疆生活的人们在长期的饮食习惯中结合当地哈萨特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喜爱吃后的特点融入自己故乡的饮食习惯和口味最终诞生了用一整只鸡和相关的蔬菜烹饪的美味佳肴 由于这道菜用大盘橙吃起来十分可口 吃到最后再配几根宽带面很快大盘鸡的叫马就在新疆各地丢传开来 王建华制作大盘鸡的手艺来源于自己的母亲 凭着自己的聪慧和专注 他把大盘鸡做得美味可口 并为此他还开了家农家乐 从此王建华的农家乐因他的大盘鸡而闻名 但即便顾客如云 他还是时常会记录食客们的建议和要求 随时对大盘鸡的口味进行改良 目前沙湾大盘鸡的做法可谓是多种多样 那王建华的大盘鸡的创新做法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在王大姐这里呢有一种创新做法就是叫鸡血面大盘鸡是不是 就是啊 鸡血面大盘鸡顾名思义首先呢就得有鸡血面 接下来就有请王大姐告诉我们鸡血面是怎么做成的 这个就是刚才炸的几个鸡血 这个就是鸡血面 面 这个呢是盐 咸盐 为什么要放点咸盐呢 它有筋道 让鸡血变得更有筋道 筋道 它不容易那个啥碎 就是让它筋道一点 那您赶紧操作吧我看怎么做的 放少许要太多了 然后面粉加进去 就是按照这个比例 就这些鸡血里面放进去这么多的面 先倒看 要是多了我就不倒完了 少了再加一点 看到时候搅拌之后的效果 它的效果 这些够了吗 差不多了 试试看吧 好 开始搅拌吧 嗯 就是用手搅拌 一点水分都不加 这里叫鸡血面 不能加入一点水 不能加水 完全靠那个鸡血本身里的水分 对 本身的水分 您是怎么想到 要用这个办法来搅拌呢 这个鸡血 就是小时候就是 妈妈里教的就是这么做 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穿成到现在 对 你们家就一直有这种做法 是吗 就一直这样做 老人不是说吗 吃啥不啥嘛 吃血他就不血嘛 大姐 这鸡血面大盘鸡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吧 大功告成了 现在可以吃了 那你先尝一下 好好好 给我来一点就行 一点 这个 这个 这个肉大 这是大肉 然后再尝一块鸡血 好嘞 鸡血面 对 可以了 我就先尝尝 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血面 大盘鸡 咱们先来尝尝鸡肉啊 呦 我都流口水了 好吃吗 大姐我必须承认 您的手艺啊 真是一绝啊 这个鸡肉本身啊 脆嫩脆嫩的 然后非常入味 有一些辣辣的 就是辣辣的 香香的 麻麻的 对啊 您还放了麻椒 还有一点麻麻的 麻麻的 就是 光吃这个鸡肉的口感 其实很像川菜的一些做法 对对对 综合了 综合了哈 再来尝尝这个 鸡血面 鸡血面 筋道很 因为它本身是跟面 和在一起嘛 对对对 让它有那个面的那个筋道 对 再加上 嗯 它有点那个鸡血本身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 嗯 因为那个鸡汤 本身那个鸡汤 冻到里面的味道 它都进到那个鸡面里面来 对对对 味道比鸡的味道还好吃 王建华的鸡血面大盘鸡 在传统制作工艺基础上 进行了改良 现在成为沙湾一绝 往来天山南北的食客 常昧鸣而来 现在 食客们若想在饭点 来吃一道鸡血面大盘鸡 往往需要提前预定 两个鸡血面大盘鸡 最后的那个鸡血面大盘鸡 我去为沙湾一绝 哪有一个鸡血面大盘鸡 经常会有这种特色新疆歌舞的表演 来到这里的客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这吃过了大盘鸡 再来看一段新疆歌舞 按照王大姐的话说就是 您到这里来帮您吃得好玩得好 土豆大盘鸡 酸菜大盘鸡 蘑菇大盘鸡等等 王建华农家乐至少能推出近十种不同口味的大盘鸡 变着方让食客在大盘鸡的美味中无法自拔 与此同时 王建华还将各种口味的大盘鸡做成真空包装 方便了全国各地想品尝正宗大盘鸡的食客们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加热即可食用 像您农家院里一天能卖出去多少块大盘鸡啊 反正三十盘随随便便的一天 轻轻松松就能卖这三只盘 三十万大盘鸡 您有印象吗 最多的一次能卖出去多少 最多的一次一百盘都有了 一百盘都有 一百盘都有 那一盘多少钱 能处置不停地操 那也炒不过来我看 反正可以吧 不停地操嘛 那一盘多少钱 一百 一百块 一百块钱 那这一年下来能给您大概多少收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自从大盘鸡在沙湾县流行开来 便出现了全民吃鸡的盛况 到如今 许多饭馆都以此菜来命名 满城竟是大盘鸡 成了游客们来到这座城市的最初印象 在沙湾县城这条不足二三百米的街道上呀 可以说是林林总总一家挨着一家呢 开办了不下二三十家这种主营大盘鸡的餐馆 像这种如此众多的餐馆主营一道大菜 又如此集中在一条街道上的情况呀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可以说是叹为观止 但是呢 从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得知 这是沙湾大盘鸡的美味 以及当地人对于大盘鸡的喜爱 沙湾的大盘鸡之所以闻名全国 这不仅仅在于它的烹饪手法 对于食材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在沙湾 有这么一位主营大盘鸡的餐馆老板 他叫徐和新 为了保证鸡的品质 他自己开办了一家养鸡厂 专门养殖 新疆当地的一种本土鸡 芦花鸡 有意思的是 农家乐老板王建华买的鸡 都是从徐和新养殖厂订购的 还好还好 看的就是它 徐和新从小长在新疆 今年39岁 2014年5月 央视播出的记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让新疆沙湾大盘鸡鸡鸣声大噪 就是由双鸡合作社 我们绿色庄园 农民种植养殖合作社 金沟和鸡木 咱们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九个合作社合起来之后 还有加上咱们沙湾保育园 大盘鸡美食研究所 一共九家单位 形成了一个企业家 合作社的一个联盟体 主要充施沙湾大盘鸡产业链 产业链的工作 从种植 咱们这个辅料种植 土豆 辣椒 大葱 非常种植 还有这一块 咱们鸡的这种 本土的鸡的养殖 品种繁育 本家这个食品加工这一块 徐和鑫向我们介绍说 以前的农民养殖合作社 既要养还要销售 现在采用社企联盟之后 养殖合作社专业养鸡 大盘鸡美食研究所 专门负责制定养殖规范 电子商务专门负责销售 食品科技专业 负责加工冷链运输 这种合作模式 就是把大家解脱出来 利于产业链的发展 我们这个卢花鸡吧 在我们这个新疆北坡这一块 这个独特的气候环境之下 它的这个经过气温啊 昼夜温差比较大 它的身体就变得比较强壮起来 就是耐病性比较强 对 然后这个受药基本上就不怎么使用了 减少它这个药实量 对对 在徐和兴的养鸡场中 我们的外景记者在鸡群中 还看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鸡 它身材高大 都鹤立鸡群知识 难道这是徐和兴 秘密研制的一个新的品种 看我手上的当地应季野菜 木须 咱们这儿的养殖场啊 当年跟我记下说了 这卢花鸡啊 更多的吃的是五股杂粮 再配上这种特殊家餐的青饲料 所以呢 一个个都是长得肥瘦 浑圆 然后体态丰满 我刚才就在这群鸡里面呢 我发现了一个新成员 你顺着我的手看啊 看见没有啊 有一只大火鸡 老徐 我觉得特别奇怪 咱这个鸡群里 为什么要养一只火鸡啊 因为咱们这个新疆这一块啊 人比较少 老鹰比较多 生长环境啊 对 现在这个老鹰比较多的话 咱们这个鸡 是不是就受到这个老鹰的空袭 所以我们就养了一只大火鸡在这 大火鸡的声音比较大 它见到这个危险的时候 它突突叫的声音特别小 让鸡群得到保护 老鹰就飞走了 相当于咱这请了一个哨兵 哎 对 一个贵兵 由于沙湾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 造就沙湾鹿花鸡 鸡种耐冰性强 肉质鲜美等优点 为大盘鸡这道美食 增添了它的独特性 目前 徐和鸡 除了养鸡 他还种植土豆 辣椒等农作物 他这么做的初衷 还是为了保证大盘鸡 所用食材的品质 所以徐和鸡饭店里制作的大盘鸡 因为用料讲究 受到许多食客的青睐 我们是每周开车带着孩子 到沙湾吃大盘鸡 味道真是好 真是好 它的用料 包括它的食材 看他们这个鸡都是 专门有养殖场 纯纯绿色的 您是从哪来啊 我是从东北鸡林 从东北鸡林来的 那您觉得这个地方 大盘鸡味道怎么样 挺好的 这个新疆这个大盘鸡 是以麻辣为主 在东北老家 那是小鸡肉蘑菇嘛 相对比之下 它这个很重口味 我感觉这个大盘鸡的味道 挺适合东北汉的 和西北汉的 真是 更加粗广一点 对 用老家话我刚搞的 食客们的评价 增加了徐和鸡发展大盘鸡 这一产业链的信心 对于未来发展 徐和鸡有着常人的规划 咱们一年出来量 咱们一年出来量 大概四十万鱼 四十万鱼 全部销往咱们沙湾 现成的这个本地吗 大部分是咱们本地 全部都能消化掉 能消化掉 因为咱们沙湾这块 区区上还是比较大的 对对对 沙湾大盘鸡 都在吃大盘鸡 咱们整体全年销售 咱们光是养殖这一块 咱们大概销售 总金额大概在三千五百万左右 然后咱们种植这一块 就是咱们种的土豆 辣椒 大葱 这块 咱们大概销售在八百万 接近一千万的样子 这一块 那餐饮部分 餐饮部分这块 咱们大盘鸡旗舰店 还有我们这个店子商务部流 这一块 大概销售起来 有一千五百万左右 这样的利润 一年下来六千多万 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 现在新疆大盘鸡 已遍布全国各个城市 而且创新发展出了 很多口味各不相同的大盘鸡 并迅速传遍全江 乃至全国 成为新疆饮食文化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沙安大盘鸡店 现在有八百多家 在我们全县 它的做法有多少 现在的做法 在二三十种之多 这个沙安大盘鸡 是中原文化和西域美食的 完美结合 通过三十多年的 不断的发展 已经成为新疆 乃至全国的美食名片 大盘鸡这道菜吸收了西北多省的饮食方法和饮食习惯 是一个多地区多民族的饮食文化结晶 所以大盘鸡不仅繁荣了餐饮业 带动了新疆区域经济的发展 更是全民族团结 结出了一朵美食之话 良好的生态环境 可以说是大自然赋予沙湾的一种天然优势 当地百姓依托这种优势 凭借着智慧与勤劳 在努力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状态 相信他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什么美食让天校如此着急 现在这个热的不好吃吧 是什么东西让天校如此择舌 三千八百千一千 浓郁的人文环境 良好的生态资源 成就了德勤百姓独特的创富路 进去收看明天的生财有道